今天是中秋連假第三天天氣很穩定 各地溫度都蠻高的 但您看到在北部高溫有34度 中南部也有34、35度 在東部的高溫也有32度 但是要提醒觀眾朋友日夜溫差比較大 最多會差到11度 要注意溫度上的變化了 而另外連假結束 住戶又要變天了 下週一開始東北風增強 在北部跟東北部的天氣會轉涼 還會開始降雨 高溫會掉個5、6度 而另外目前在關島的西北方 海面有個熱帶擾動 未來不排除有機會增強 也會為雙十假期的天氣帶來變數 連假期間碰上萬里無雲好天氣 中午前後秋老虎發揮 南部高溫來到35度 不過隨著連假結束 好天氣也跟著結束 東北風會開始增強 尤其是在桃園以北的地區 可能水氣是比較多一些 那高溫會從30度以上 可能會一口氣下降六七度以上 的確 今明兩天還維持晴朗多雲 只有東半部和午後山區有零星降雨 但五號週一起 北部東部就會又時又涼 六號週二一路到週五 全台早晚都偏涼 另外目前在關島西北方海面的 熱帶擾動 未來也不排除有增強的趨勢 它的距離還比較遠 而且時程也是比較遠一些 距離的情況可能要到數天之後 才有比較明朗化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未來這一整週天氣都不穩定 那接下來雙十假期的活動上 可得好好安排了 華視新聞 莊宇傑林志全台北報導